Pro又是Max 听起来就是很厉害 所以当然是Pro Max hello大家好 我是苹果爹 很多人问我这个问题就是 关于iPhone 12 Pro Max 跟iPhone 12 mini要怎么选 我会以为说这两个差距那么大 应该大家都应该很清楚 就是说mini或者是Pro Max 应该不太需要选择 可是还是很多这样的问题 没关系 我们就把它大概四支都讲一讲 然后跟大家讲一下这里面应该怎么选 然后也顺便讲一下它们的差距 因为今年算是第一次 这个系列有四支一起出来 然后它们之间的差距 又并不是像先前的差距这么简单 有些小地方你们也需要注意到 好 开始前记得订阅频道 按下小铃铛然后按赞跟分享 好 那我们就直接开始吧 我们先讲12 mini 12 mini这个算是 我觉得比较简单的选择 因为12 mini跟12 它们之间真正的差距 就是只有在尺寸大小 那这个尺寸大小当然就包含在它的萤幕啊 体积啊 还有它里面的电池容量的大小 那关于iPhone 12跟12 Pro 我有在上支影片里面讲过这两支 我比较推荐哪一支 那如果你对这两个细节 你想去比较的话你可以去看 那12 mini 的部分呢 我觉得算是简单的选择啦 这次算是多年以来 苹果第一次在旗舰型的机种里面 推出这种非常小尺寸的手机 因为其实在市面上 在Android市场 你也看不太到这样的手机 小尺寸 然后最新的晶片在里面 然后最新相机的技术在里面 然后里面还有5G 以它的尺寸来讲 如果你先前有用过iPhone 6 6s 或是7 8这一类的手机的尺寸的话 它尺寸算是非常类似 那就是长跟宽稍微短了一点 可是它厚度会稍微多一点点 那在重量的部分只有133克 所以就是比iPhone 7跟iPhone 6s都还要轻 那我也相信是很多在等 小又轻手机的人在等的这一款 那在相机的部分 其实它跟iPhone 12 就是一模一样的相机喔 OK它这边在里面的相机的规格 都是一模一样的 那这个就不会像 Pro跟Pro Max之间有这样的差距 那另外一个重点当然就是萤幕的尺寸 这一点就是要知道它是5.4寸 那因为它是全萤幕的占比 几乎全萤幕啦 还有刘海 所以在跟先前的iPhone 6啊 7啊 8比起来的话 它整个萤幕的占比会更高 它就不会有上面下面那两块 那这边讲回来到一个重点 就是电池的续航力 那我们当然要以就是比较同类型的手机 像是iPhone SE第二代啊 iPhone 7啊 iPhone 8这一类来比 那其实iPhone 12 mini的续航力 会比它们还稍微好那么一点点 至少在苹果的数据讲起来是这样子 所以如果你是本来就使用小手机 那这一次又要换到iPhone 12 mini的话 那我觉得在整个续航力的体验感上面 你不会有太大的差别 可能还会稍微好一点 可是如果你是先前使用大手机 那你在怀听小手机的尺寸 你想要去尝试看看 你今年能不能换成小手机的话 那第一个我觉得你需要最在意的一点 就是它的续航力 绝对会差你大型的手机很多 那这样当然就是看你的使用状况 你是不是一个重度使用者呢 你是不是会一直玩电动 看影片或是追剧 那你每天所身在的状况 是不是很容易让你充电 那如果不行的话 你可能就真的需要带个行动电源 那在相机的部分当然就是 它跟12是一样的 那上次影片我有就是介绍比较多 关于它们相机的差距 12 mini也是一样 它三个镜头都有支援夜拍 三个镜头都有支援深度融合 所以在整体拍照的效果当然是会还不错 HDR影片的拍摄上面 它还是有支援4K跟30fps 那这个部分跟Pro系列的60fps 就会有点差距 可是我觉得一般很少人 真的会拍到60帧的影片 再来我们就讲这个里面硬体的差距 其实它里面所使用的处理器是一样的 所以基本上非常简单的选择 在12跟12 mini之间 你只要在意的就是它的电池续航力 它的萤幕大小 它的手感 它的体积就这样而已 那当然还有它的价钱 这个价差就是一点点 那至于容量的话 我建议还是买128GB 会比较安全一点 除非你有使用iCloud 那或是除非你有使用其他的 像是Google Follow 对这些云端储存的使用习惯 你已经把它设定的都非常好了 那我觉得64GB或许还是可以 但我觉得这个差一点点的价钱 我会比较建议至少升级到128GB 好 那下一个我们就来讲 12 Pro Max 那这个又要讲到上一支的影片 那我发现很多人 其实在下面的留言 他们还是不知道 今年的Pro跟Pro Max 最大的差距在哪里 那很多人的留言还是讲到说 就是萤幕尺寸比较大 我干嘛要去挑一个比较大的电话 好 那我每次影片 每次讲到这个12 Pro跟Pro Max之间的差距 我都要再讲一次 这个部分的差距 其实如果你是一个 Follow我频道很久的人 其实在几个月前的爆料 当我们爆料出来说 这个12 Pro Max的相机的模组 会有比较大的感光元件的时候 对 感光元件 我先前一直讲说讲成晶片 是感光元件 那当我们知道这一点的时候 我就讲出来就是说 如果有这样的差距 我就一定是直接上Pro Max 12 Pro Max 算是今年真正的旗舰机喔 因为12 Pro Max跟12 Pro 并不像是先前的11 Pro跟Pro Max 或是XS跟XS Max之间的差距这么小 在iPhone 12系列之前 有Max这个称号的系列 它唯一的差距就是 萤幕尺寸的大小 体积的大小 还有里面电池容量的大小 其他相机啊什么方面都是一模一样的 OK 可是今年却不一样 这个部分要听得非常清楚 12 Pro Max 才是真正在相机的水准上 有一个很大的升级 因为它的主镜头所使用的感光元件 比12 Pro还要大了47% 那苹果戏剧解释就是说 每个画素的尺寸就是更大 那这样对于很多暗处拍摄 不只是照片 更是在影片的部分 都会有很大的进步 那苹果在发表会上面有展示出来 就是说他们怎么在一个光源不好的时候 拍影片呈现出来的效果多好 这个部分全都是12 Pro Max 去拍出来的 那我先前在拍那一支 12 Pro 的一周使用感受的影片的时候 那之间我都不去看别人分享出来的 一周使用感受 有些人比较早出来嘛 因为有一些YouTuber是先拿到就是公关机 那他们当然比较早会分享出这个一周使用 那我都不去看 因为我很怕我看了会影响我 对这个手机的评价 那我提出来就会被他们带着走 所以我觉得在我自己搞完成 录完之前我都没有看那些影片 那后来到整个拍完的时候 我有去看一下这些影片 像是MKB HD 然后或是La Verge 或是Renee Ricci 还有就是大概满多个啦 那他们给的建议基本上也都是一样 就是说先等等 先不要买12 Pro 那当然这样讲回来就是因为 可能我们都是这一类的科技宅吧 对不对 然后我们本身又是在拍影片的人 所以这个相机的差距 对我们本身有一直在使用相机 跟录影跟什么的人 我们会觉得这个对我们很重要 但当然这个可能不是对每个人都很重要 可能就是跟我们平常用这个手机 做的事情有很大的关系 因为其实我平常 除了主要的影片 当然是用我的相机拍 可是很多片花或者是 平常要放到IG或什么上面的 我很多都是靠我的手机完成 人在外面你随身携带的手机 就是你一个最方便的相机 在我实际的比较起来 我觉得12 Pro 的相机 其实跟先前11 Pro 系列的比起来 很多部分它让你感觉出来的升级 比较是用A14的晶片 还有它的演算法方式去调缴 然后去进步出来的 那在整体的真正的画质上面 我没有看到很大的进步 所以这也是另外一个理由 为什么我更期待今年的12 Pro Max OK 第一先讲主机灵头 就是说它的感光元件 那你的使用状况你可能会想说 我不一定会在不好的光源 晚上去拍照 可是其实这个进步 可能会在一些小地方就看得出来 像你平常可能小孩的生日party 或者是你去一些餐厅 一些光源比较不好的地方 可能气氛比较浪漫的一些餐厅 去拍照的时候 这感觉就会差很多 那第二个相机部分的差别 就是在它的长焦镜的地方 OK 12 Pro Max 的长焦镜 它的焦段又比12 Pro 长了0.5 倍 可是它的光圈的部分是f2.2 这个跟12 Pro 大概多了0.2 那多并不是代表比较好 就是代表差了一点点 但我先前也有讲到 苹果其实不管你用Pro Pro Max 它在光源比较不好的时候 它其实都还是选择用主镜头去拍摄 就是说当你去按下那个2倍按钮的时候 在光源不好的时候 你可以试着用手去遮住镜头看看 它其实并不会用到那个长焦镜 既然在这种情况下的话 那就是在光源好白天的时候 它才会用到那个长焦镜 这种时候这个f2.0跟f2.2的差距 就没有那么重要 所以还是讲回来 既然如果它在光源不好的时候 还是用主镜头 那这种时候主镜头 在Pro跟Pro Max上面的差距 一般在任何拍摄使用上的体验感 又会更加明显 那再来我们就要讲到电池续航力的部分 那我在测试12 Pro的时候 我对它续航力当然并不是很满意 因为我先前是用11 Pro Max 然后换到12 Pro 就有点算是向下啦 当然它的12 Pro的电池容量是比较小 可是今年全系列的iPhone电池容量都算比较小 12 Pro Max也会是一样 像我先前用iPhone X的时候 我就要常常去想一些怎么省电的方式 什么一些捷径 什么关什么关这个 然后可以让它就是一天的使用的续航力更长 但当我换到11 Pro Max的时候 我那些省电的方式就再也不用去用了 我那些捷径就完全把它删掉 因为我从来用不到 所以后来换成12 Pro的时候 当然就是我用一样的方式去复原我的辈分 我觉得这样的体验感是一个比较真实的啦 如果我今天因为换成12 Pro 而去又开启很多省电的方式 然后用这种方式来讲续航力的话 我觉得就跟我先前的使用方式会有差距 所以我选择还是用一样的方式复原回来 不用去改任何设定 然后去测试它的续航力给大家看 其实前几天我有在IG分享一些限动 就是每一天剩多少电量 然后我中间使用的萤幕时间是多久 关于这些部分我都有截图 然后发到限动 其实就是跟我影片讲的就是差不多啦 我大致上萤幕开的时间 大概就是三到四小时之间 它的电量就会掉了50%左右 所以这个对我而言就是并不太够用 有人也分享就是说它的使用状况 它的电量可能比我更差 或者是比我更好 我觉得这个都是每个人使用状况的不同 每个人也不太可能因为 别人什么使用状况在什么地方用 续航力更好 你就去照它一模一样的方式用 因为我觉得你手机买来 就是要照你本来要使用它工作的方式去用它 这样去测试续航力才会比较标准 我个人是这样觉得 所以12 Pro Max比12 Pro又在更优余的地方 当然就是它的续航力 它的萤幕尺寸比较大 整体的体积也真大 在体积跟重量 这个可能就对很多人而言 是一个比较负面的东西 它的重量是跟11 Pro Max一模一样 说真的是满重的 我现在用12 Pro 我再换回去11 Pro Max的时候 我都会觉得 这真的是一个很纯很重的一个手机 当然还有另外一个重点 像我刚刚有讲到就是说 先前的10s 跟10s Max 11 跟11 Pro Max 它们的价差都是100块美金 它们先前的差距就是只有萤幕的大小 电池的容量 体积 其他相机规格都一样 很多人这次到12 Pro 跟 Pro Max 的时候 还是这样以为 就算我讲了那么多次 在每支影片里面讲了那么多次 12 Pro 跟 Pro Max 的差别 很多人在下面的留言还是跟我说 不是就是萤幕大小不一样吗 干嘛一定要推大的手机 OK 那我刚刚有讲到 就是说它们之间的差别相机 有一个非常非常非常大的差别 但是这一次的价差却又 还是一样的100美金喔 所以12 Pro Max 并没有 因为放进一个全新的相机模组 因而让它的价差变得更多 并没有 所以它们价差还是一模一样 那这种情况当然理所当然 我会觉得12 Pro Max 是一个 最好的选择 所以这些都是我比较主观的建议啦 那如果你希望要 问我一个比较客观的一个答案的话 我会觉得其实 如果你手机没有什么问题 都没有必要刻意去换 那很多人可能是现在还在使用 iPhone 6 6s或7 他们可能觉得使用上有点卡顿 有一些App 还有游戏跑起来不太顺 那有一些人也是说 我当初买了一个很小的容量 现在不太够 我刚好想要升级 有人想要用5G 那经典当然要换的话 也是没有问题 可是如果你使用的是比较新一点的话 如果你觉得还可以忍的话 就没有必要一定要换 这个是一个比较客观的答案 那这个也是我跟身边人会讲的时候 也是一样的答案 如果你不是一个重度使用者 然后并不是真的很在意这些新的相机啊 会拍摄出来的这些样子跟方式的话 我觉得就真的没有必要一定要换 那可以再等一年这也没有差 好啦所以在我的影片 我当然也会进行更多的评测 关于12 Pro Max跟12 Mini 这些测试啊 当然也会实际测试 就是12 Pro Max跟12 Pro 他们相机真的拍出来的差距到底有多少 所以你不想错过这类影片的话 就记得订阅频道 按下小铃铛 然后帮忙影片按个赞跟分享啰 我是苹果爹 今天的影片就先到这边 我们下支影片见 Bye